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棒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鱼香大排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姜汤来 现在看一下啊 这果是这样的 朋友们看啊 这大排 里外切完以后 软肋这一块给它连了 再下锅 这种刀法呢 能体现出这个排骨 做出的不乱 两腿下锅 烧开 烧开十分钟 看一下 开锅了 把这个 水料拿出来洗一下 洗干净的 看看这水 咱用肠油水来洗几遍 好了 炒入花椒大料 葱姜 蒜 爆个锅 爆个锅呢 再放上点这个糖变酱 咱们调个汤 把鲜汤呢 在压的锅里面煮熟 加油 拿起鲜汤 加入 盐 里面加上酱油和生抽 一比一的比例啊 广锅里是四十克 盐 多给一点 不然的话它不入味 开上锅 确定一下口味 就直接下压力锅里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骨头这样 来 朋友们看 加一回盐了 还要加 酱油再加一遍 来点白糖 冰糖 这个冰糖呢在这里起到的作用 就是在增鲜 这个锅呢 趁趁趁上气 开始蒜 计时间的话呢 十分钟就好了 看看啊 这压十分钟 然后呢关掉火 再焖上十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酥辣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猪排拿出来 现在呢我们开始熬身啊 点热火加上油 里面放上皮线酱 放入葱姜 炒葱油 加上原糖 盐呢先确定一下啊 基本上不用加盐了 因为这里面放酱啊 现在这个颜色也确定了 加个二斤 白糖 准确定這個煎 炒葱油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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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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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馅儿 色泽压力 红绿香煎 看看 这样都把它撕开 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棒的 看看酥烂的程度 这个要是咱们那个鲜猪排的话 骨头就都支出来了 来 我们炒这个汁的时候 不要过咸了 突出的小鱼香口 正常的鱼香肉丝 要的就是中等的蒜链口 这个跟那个是一样 吃的非常爽口 微辣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